如果你出去買布,你會看到很多不同的布給你選擇 之後再拍一條影片,說說哪裏買布和怎樣買 買布的地方超級多這種防水透氣布 它有些紋理的,摸起來是滑的 面上有不同的顏色,不同的花紋,底就是白色 所謂的防水,即是倒水在表面會滑走 這樣就說透氣吧 我個人覺得,如果你把普通外科的口罩 即是本身已經有三層,再套在這個裏面 就超級角的 如果不是這樣,例如你加兩個圈 你只加一個濾芯都更好 但也有一個說法,就是這個防水透氣布 因為是人造纖維 它裏面本身你做的時候,印的時候也有很多藥物 即是說你放在衣服上漲 即是當衣服還沒漲 或是你做個袋子還可以 你放在嘴裡,不停滑走 你好像將化學品滑走進去 就說你還沒中武漢肺炎 被你滑走這些毒,滑走死了 所以越來越多人就說不買這個防水布 這個是我買的 如果說防水透氣的話 就跟大家說說另外一隻料 這隻也叫自己做防水透氣 如果像我們這個年紀 如果你用一個Lasport Set Lasport Set其實都是防水的 即是它的表面是滑水的 其實這隻料就是Lasport Set的表面 如果大家 close up 看看 是一個正方形的格子 簡直是一隻料 它也有底面 你這樣摸上去 簡直是覺得它有一層膠 我太太試過用這隻來做了口罩 雖然它底部是用Cotton 但焗到它暈倒 所以這隻叫自己做防水透氣的料 是絕對不建議用的 我覺得最好你試料的時候 你見到一隻料在街上 最好將那隻料 放在鼻子上 封了扁邊 你看看自己吸一口 是否吸得到 如果根本是無法呼吸 即是那隻料是完全不行的 這是最快的測試 好了 我們講一下術面布 如果你喜歡基隆街賣布的地方 你跟它說 麻煩給我一塊面布 可能A布頭和B布頭 給你的那塊布是完全不同的 除了顏色和花紋不同 整個質感都不同的 其實在我們平時生活裡 也會接觸很多不同的純面布 即是我們穿內衣 像是光布的那些料 是純面 我們穿的襯衣 我們的睡衣 我們的床單 我們的窗簾 都是純面布 但出來的質感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它有不同的績髮 不同的針掃 不同的厚薄 那麵布有什麼好處呢 麵布是比較有透氣的 而且它是最防敏感的 當然未經過任何的顏色 純面布是最防敏感的 小朋友用得比較好一點的 但是快快都是白色的 很悶 所以有顏色和花紋 都是沒有好口飛的 那你如果要健康又要漂亮 那你一邊是有花 一邊是沒有花 那可能對自己嘴那邊是沒有花 那你心安理得一點 那麵布呢 跟我們平常穿的衣服一樣 是不防水的 但是呢 它起碼做到一個左隔的角色 起碼呢 人家的口水 在那個麵布的假隔 就不用直接去到你那個外科口罩的面 那都可以幫你 增強那個外科口罩的壽命 那這個是麵布的好處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短片呢 請你like我們的短片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